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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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認真地把它澄清去再畫出來也可以 或者是說我們利用X加減X分之一的平方等於X平方加減2 這個之前有跟大家提過 用這樣子的公式 如果說這兩個是相差2的話 這是用加法 這裡是用減法 因為23比25小 27比25大 我寫給大家看 意思是說第一題 可以寫成25 再加上2 再加上25分之1 為什麼這個樣子呢 我們是利用這個嘛 然後再來這裡是5的平方 你看我再寫給你看一下 我們的和平方公式 這樣子有沒有看到它是一個和平方公式 原式呢 就會變成5加上5分之1的瓜糊平方 會等於5又5分之1 這樣子的意思 或者是說當然你也可以這一題啦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就是25 然後25乘以27加1 乘出來之後呢 你再把它開平方根 這樣子也可以 那麼我們是利用這個和平方的公式 好這一題呢 我們可以把它畫成5的平方 減掉2 再減掉5的平方分之1 好整個式子 它會變成5減掉5分之1的瓜糊平方 所以呢 它就會變成更號4又5分之4 題目就會變成 開出來這裡還要有一個平方 開出來就是4又5分之4 好是這個樣子 關於這一題 這一題是一個很經典的題目 很經典的題目 很經典就是 我覺得你學到這個單元 你沒有做到這一題就太可惜了 我個人覺得你是一定會碰到這樣子的題型 但這個題型呢 它也是跟完全平方數 也是有扯上關係的 完全平方數 意思是說 我今天假設我用一個10 用10比較簡單 我這個在更號裡面的數目字 它透過加減乘除 加一個數 減一個數 乘一個數 除一個數 然後它可以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被開出來 那麼這些數目字呢 會是多少 那麼以這一題呢 它是用720來做例 那麼10當然是比較簡單 好比說你說 你說跟10 根號10裡面加A 要加多少 它最假 這個我們假設說A是屬於一個正數 正整數 正整數 把它縮小範圍 比10 比10 跟10比較靠近的完全平方數是多少 10 11 12 13 14 15 16 那是不是16 你說10加6 是不是16 16 16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它開出來會得於4 它的意思是這樣 那麼我們今天碰到的數目字是720 720有比較大一點 但是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把它用直音數分解 把它分解看一下 它這個數的組合是什麼 720 用0 72 然後再用 我看一下 用4 41484 32 414843 92 因此 我們知道這個72是什麼 72是2乘了幾次 1次 2次 3次 4次 2有4次 然後呢 3有2次 嗯 但是它還有一個5喔 不要忘記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根號720 72是2的4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再乘以5 你要給它一個什麼東西 它才可以被完全平方出來呢 最小喔 當然你大的話你可以無限多 我們現在只找一個最小 我們2可以不要管它 3也可以不要管它 因為這個是2的4次方可以直接被開出來 3的2次方也可以被開出來 它就可以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但是你這裡是不是有一個5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5開出來 你就給它一個5它就可以開出來 它開出來之後它會變成什麼呢 它會變成2的4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乘以5的2次方 它開出來就會是2的2次方 再乘以3再乘以5 你看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這個就是一個完全平方數 可以開出來變成它 因此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A呢它會是等於5 B的部分是除 它的意思是說 2的4次方再乘以3的2次方再乘以5 你要怎麼樣讓它變成完全平方數 我們把這個5拿掉 5拿掉 你看它是不是就變成一個完全平方數 它就可以變成2的4次方乘以3的2次方 出來它就會是一個2的2次方再乘以3 所以這個B呢也會是等於5 B等於5 B等於5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 意思是說720要加上多少 會變成完全平方數 我們就要找一個 最靠近720的完全平方數是多少 我們知道說 這個 25的平方是多少呢 25的平方 也像是625 525進2 12 2510 進1 5 對嗎 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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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這個720要少 我們來看一下26的平方 26的平方是26乘以26 6636進3 622進1 622進1 625 225 6 7 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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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 729 729 825 727 227 729 825 10 425 729 825 729 825 加9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加9 加9 那么整个四值呢 会变成729 会等于27的平方 所以会等于27 这样子 有没有看懂 所以这个C呢 会等于9 然后再接下来是减 根号720 要减掉一个珠 靠近它的是676 720要减掉多少 会等于676 会 所以这个框框呢 会等于44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珠呢 会等于44 整个四值 整个四值 把这个地方下掉 它叫我们求 开根号 5加5加9加44加1 好 10 1020加44 等于根号64 你算到这个地方就一定对了 因为64可以被开出来 大概等于8 好这里是平方根的题目 出品的 出品的 摩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